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住安全锁后 锁紧扳手 旋转紧贴电池舱底部 即可完成安装 拆卸时将锁紧扳手拨到解锁状态 再按住安全锁 向外推出零甲3S提护控制手柄 即可完成拆卸 延长臂 使用M2.5扳手 将稳定器横臂上的四颗M3螺钉取下 使用M1.3扳手 将稳定器横臂上的线盖固定螺钉取下 向外推出抚养轴电机 线盖 请小心拉出内部线材 以免线材损坏 取出包装中的延长臂 安装至横臂上 取出包装中标配的四颗M3螺钉和横臂上取下的四颗M3螺钉 安装至稳定器横臂上 请小心将线材整理至横臂内部 将线盖安装至横臂上 并锁紧线线盖 固定螺钉 接着将硅胶盖安装至横臂上 即可完成安装 拆卸时使用M2.5扳手 将延长臂上8颗M3螺钉取下 使用M1.3扳手 将线盖上的螺钉取下 将抚养轴电机推出 取下硅胶盖和线盖 接着取下延长臂 将抚养轴电机安装在横臂上 请小心折叠排线 整理至横臂内部 安装好线盖 即拆卸完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